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八月份卖了多彩 把之前的都倒光了 那现阶段来说 行情好不好 有没有机会 持续往上创高 尤其大家现在摊开财报 八月份表现都不错 那这个行情 有没有机会 持续往上点高 我想其实在这个 外资的动态上面 的确在过去的 这一个多礼拜的时间当中 外资的买超 是相较于八月份来说 比较积极一点 那我想其实在 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 我特别告诉大家 基本上 这个美联储 也就是FED 已经开始 偷偷的QE宽松 那么根据到 目前为止的 最新统计数据 那我们都讲 股市要往上推升 是需要靠资金的流动性 去做推升 那现在呢 其实在这个 市场上九月份的流动性 在美股的部分 是已经增加了 这个四千亿美元的资金出来 也就是说 这四千亿的流动性 已经开始出现 在市场上 活蹦乱跳的一个情形 所以在美国股市的部分 在短线上面我们就说 它是免除了破底的危机 那当然这个其实跟 FED的动作是有关 那等一下我们从 这个人行降准的 这个新闻当中来告诉大家 现在其实 在日本 欧洲 然后美国跟中国大陆 现在这几个央行 他们的未来的 这个流动性的一个态度 是怎么样去做观察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 美国股市在上个礼拜的 一个表现 的确又涨了 没错 继续涨 但是它就是小小涨了 那也符合我们之前所讲 就是说 它虽然说能够站回去 但是前波高点其实很近 所以挑战高点不是太大的问题 但是能不能够再走出一波 川普所希望的这个 比如说 他认为道琼 会再涨个几千点之类的 几千点啊 类似这种多头的行情 有没有可能发生 那就破三万了 对 我个人认为有难度 有难度 那所以 看一下成交量 大家就可以知道了 那当然上个礼拜 看起来在美国股市的部分 成交量还是比较缩啦 那 我们刚刚讲到 这个四千亿的这个 美元的这个资金 什么时候 会在整个股市当中 去进行大爆炸 这个是 要持续留意的地方 因为 从上个月的统计来看 市场上的资金 流速超快的 史上最快 从股市测到债市当中 那你要从 在短时间当中 去把股市流出去的钱 再补回来 基本上它需要时间的酝酿 所以 不是那么快 就可以看到 喷出大涨的行情 我个人认为 缓步盘间是比较有可能 也就是说 现在看起来是 稳稳的 慢慢的往上垫高 是比较有机会 比如说喷出大涨 那短线上面 大家就知道 应该要反向思考 所以我个人认为 你要让这个多头的行情 短线多头的行情 能够再涨久一点 就慢慢涨就好 那现在至少看起来 短线上面算还蛮稳定 那NASED指数的部分 我们来观察一下 它在上个礼拜的表现 反而是收了一点点 黑K的一个情况 所以面对到前一波的 下沙的一个调节力道来讲 基本上技术面来说 还是有一些些人 会越到 越接近前波高点 他的想法是会说 那我短线先出妥 那不要忘记 现在目前 美国股市当中的投资人 只要他是机构 大型的机构法人 他都是以卖方做思考 包含像台北股市的法人 也是一样 大型机构 某些私募基金 基本上都是站在卖方做思考 那另外 从费城半楼梯指数当中 它的位阶相对比较高 那也接近前波高点附近 所以其实在国内相关的 半楼梯产业的 短线行情当中 其实是有机可循 是有机会持续做反弹 那么再加上台积电的利多 联发科的利多 等一下我们在新闻面 重点会帮大家做提醒 那你就知道说 其实台北股市当中 我们过去从PMI 采购竞争指数 从外销订单的结构当中 告诉大家 第三季虽然没有很明确 出现了一个旺季的一个效应 不过它很有可能会延后 在第四季的 这个短线的行情当中做出现 那所以在台北股市当中 利用美股的一个状况 你就观察出来 短线电子股 还是资金比较注目的一个焦点 那上个礼拜五的收盘之后 发生了一件大事 这个是对于全世界的流动性来说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那这个就是这个人行 去做了一个降准的动作 那我们来看这张图 那人行的降准呢 基本上它是分两次 两个阶段 那预计在9月16号这一天 会降准0.5个百分点 这个降准是说 降存款准备金率 也就是说这个银行 会有一定比例的钱 放在这个央行 那央行就把这个比例的往下降 是一样能够把这个钱从央行 再释放出去 那预计会放多少 9000亿人民币 这样子的一个资金 所以意思就是说 这个钱又要流到市场 没错没错 就跟降息的观念一样 对那所以呢 过去我们看到人民币 在往上贬值的过程 在贬值的过程当中呢 是因为为了要对冲 贸易战的一个关税的压力 那现在过去这个礼拜 有一点点回升的一个现象 那在回升的过程当中 大家想是不是人民币 又要开始升值 然后出现资金行情 不会 因为降准基本上它是宽松 宽松人民币就会继续走扁 它就继续走扁 它继续缓冲贸易大战的一个压力 好另外我们从几个方面来做观察 我们说降准它是宽松 它会刺激股市有短线上面的一个反应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在中国大陆的M1跟M2 这个是观察市场上资金流动性 最好的两个指标 M1是短期的流动性 M2是在加上了这个准货币 也就是说类似像黄金 这个短期债券 这样子的一个商品的一个结果 那么简单来说 只要出现像这种 蓝色线是短期的M2 红色线是长期的 只要你看到出现 短期的由下往上交叉过长期的 这个叫什么黄金交叉 黄金交叉就会出现一波资金行情 好那现在呢 虽然它还没有开始出现黄金交叉 可是因为它开始降准 那代表蓝色这条线 在未来是有机会 你会看到往上勾 会往上勾 那就会刺激短线在股市当中的一些流动性的表现 好那另外呢 它有没有基本面的支撑 其实还是有 我们过去呢 从这个中国的制造业的PMI采购金的指数当中 告诉大家 这个红色的这个是大型的企业 那蓝色的这个是官方的企业 所以其实从这一边的这个状况来说 蓝色它复苏的情况是比红色的好 也就是说民间企业复苏的情况 比官股的企业来的复苏的力道更大 那大陆经济是不错的哦 这样看起来 在中小型企业的部分 它在短线上面 第四季的部分是有机会出现一个 短周期的补库存的一个行情 所以在民间企业的部分 就会变成是一个股市的一个焦点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在过去这一个礼拜 这个中国大陆股市在上涨的过程里面 是以什么为主 是以中小型的个股为主 不管是在中小板块 在创业板 或者是在这个互生 这个市场当中 尤其在深郡市场 这个深郡特区的一些相关的 升级的这个法案 是为了要去取代香港的金融地位 在这样子的一个政策加持的过程里面 未来当资金释放流动性 到市场上当中的时候 都很有可能会持续的推升 中国大陆股市里面比较偏中小型板块的一个上涨 所以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利差 利多的一个行情当中 其实中国大陆股市在短线上面 在未来的一个季度 第四季里面 其实是有机会持续的往上去做 挑战前波高点的一个发展 好 那人行也开始降息了 好 日本央行这个 我们说嘛 日本央行其实长期都是属于宽松的利率政策 甚至呢 其实打到负太没关系 反正我觉得长期宽松就对了 好 那另外呢 中国跟日本都是已经开始偏宽松 欧洲央行 等一下我们从新闻重点来看 美国不降息 那我们先讲一下 美国在上个礼拜五公布非农就业情况的时候 其实它是比市场上预估来得更差 美国没有不降 美国有降 只是降得少了一点 美国的降息 降息的幅度不大 为什么 因为你从它的整个就业数据去看 虽然上个礼拜五的非农就业数据 没有市场上预期来得好 可是你看它的失业率 你看它的这个薪资的成长率 基本上它维持在强劲的经济的一个格局里面 所以为什么鲍威尔其实一直都不想要让FED去进行降息的动作 因为他所看到的经济数据是 我这样降息下去会造成过度的通货膨胀 这个对于美国经济来说反而是会有大损伤 所以呢 最近尤其是今天 今天早上大家在看报纸的时候一定会看到 就是比如说鲍威尔已经到 就是到了某个地方去做演讲 然后他演讲的内容里面 说他暗示未来美联储会降息 我就奇怪了 这些他的讲法基本上跟上个月的会议记录的结果一样 就是我们会采取适当的手段去维持美国经济的扩张 他们听到这句话就觉得他应该有暗示降息 可是事实上 然后回过头去想鲍威尔对于美国经济的立场 他是认为美国的经济他并没有衰退 他还是在缓步的扩张当中 所以他的立场还是相对比较中性偏鹰派一点点 所以在整个降息的力道上面 他就没有办法能够符合川普的预期 甚至他也在演说了当场 也告诉大家 其实他们还是超然中立的一个机构 那么但是我们在上个礼拜已经有先告诉大家 FED已经偷偷的开始在QE 你说他有没有开始在维持市场上的流动性 有他其实是有在做 否则为什么九月份开始会多了四千亿美元的资金 在市场上流通 所以其实在全球的货币大战的环境里面 其实美国也开始做一些动作 只是这些动作没有中国 没有欧洲 没有日本来得更大 所以其实可能在短线的美元上面 会让川普的这个GDP的成长率吃一些苦头 这个后续我们再继续做观察 好的确 那为什么我们会说现在大家都热钱满满在手呢 因为来看一下今天台北股市的期货市场 已经开盘了 今天期货同样就再度被网上带高 今天来说开盘上涨的涨幅0.4 涨了43点 10810点 现在看得出来目前在期货上表现真的相当的不错 现在已经降回到10800了 那刚才我已经特别提到了 关键就在于大家都在把热钱丢出来 那之前是热钱回不到股市 现在感觉上已经开始慢慢有机会要回来了 包括在全球当中的欧洲 欧洲现在也要在QE政策再度冲启 那钱又更多了 所以这一波台北股市其实有机会持续往上带高 对不对 好 其实在这个欧洲宽松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稍微留意一下 因为其实欧洲央行总裁德阿吉 他即将要卸任 可是在他过去当总裁的过程当中 其实欧洲的整个经济 它是持续的衰退 而且是严重的衰退 在这严重衰退的期间当中 它一直都是维持的QE 而最近才开始停止 那停止QE之后呢 他也没有说我要升息 所以整个欧洲都处于在一个 极度宽松的一个环境里面 可是 我觉得川普多希望 这个欧洲央行总裁来美国 他退了 他退了 这个川普有机会了 对 好 他可以挖一下德阿吉 对 但是我想其实在这个 欧洲的这个刺激上面 其实在过去极度宽松的环境里面 都没有看到 他们的实体经济有出现一个成长 甚至呢 在未来的新接任的总裁 拉加德的这个 负利率的政策带动之下 很有可能会让整个欧洲的 经济情况会变成日本化 什么叫日本化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为什么人家说 日本是过去是失落了三十年 过于十年 失落了二十年 到失落三十年 都没有起来 为什么 因为极度宽松 大家对这种刺激已经麻木 所以他没有办法在有效的利用货币政策 能够刺激到他的实体经济的时候 未来的欧盟很有可能就会面对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而当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最先第一个倒大煤的绝对是金融体系 因为没有利差 那没有利差呢 简单来说 你去存钱 比如说我们现在去银行存钱 你还要付钱给银行 付什么 付手续费 付管理费 这就要付利率 那所以 其实在这个欧洲的状况当中 虽然感觉起来 短线上是有热钱的一个效应 但是呢 对实体经济来说 它是没有任何的刺激效果 那么短线的热钱行情之后 一切回归正常 一切要回归到基本面的时候 当你发现 哇 潮水退去 原来大家都在裸泳的时候 你会知道说 当这一波要进行清算跟修正的时候 它的力道其实是相对比较大 不过短线上面 大家不用太过紧张 就如同事分刚刚所提到 当市场上热钱还是很多的时候 台北股市也有机会 顺着这一股热钱的趋势 能够持续往前波高点去做迈进 但是呢 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 我们说的这一波的 短线热钱的行情 它大概大概 就是最强的时候 大概就是接下来的第四季 接下来第四季 那到了明年第一季 很有可能就要面临到 短线的一些清算的一个情况 所以其实还是要提醒大家 不要因为这个热钱 就过度的兴奋 我们保持中立理性冷静 知道短线它有个行情 但是长线还是有些隐忧存在 先提醒给大家 好的确我们来看到 的确它长线是有隐忧 但短线上呢 现阶段来说外资回笼了 这个资金筹码面怎么来观察 那一万一啦 今天说如果能够赚上一万零八百的话 下一步一万一还差该两百点 对 我已经觉得有这么快吗 我们先看一下台北股市的K线 好 我们从日线跟周线的角度来看 那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K线的部分 短线它是还是留下一个 这个多方的缺口 那也封闭掉八月二号 八月二号这个空方缺口 所以其实就台北股市来说 它短线是抢没有错 而且它的底部已经成立 所以我们说它站回到 季件之上的时候 回撤前波低点的机会 基本上就没有了 那它的成交量呢 虽然说上个礼拜 我们看到它还是有些震荡 但是它的量还是比月均量来的大 所以当有量的时候 基本上台北股市的行情 短线上面不会太差 但是就长线的角度 我们把它拉到周K线来看 然后把 对对 刚好是这样 好 我们还是提醒大家 当指数来到这个区间的时候 大家要特别留意 因为当回到这个区间的时候 外资都是站在卖方 都是站在卖方 那所以呢 当指数持续往上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 你在操作部位 可能要顺势的去进行减码 当操底完成的时候 你可以慢慢享受一下 被人家抬轿的乐趣 抬到相对高点 你就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我们经过一下统计 它大概在10700点以上 基本上外资就会开始有一些 卖超调节的力道出现 因为从过去的整个成本区来看 大概就在这里 所以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 在这里以上的位置 尤其是大型的电子全值股 在撑完指数之后 会不会再次面临到外资的修正 这个是要特别留意一下 不过这个真的 我还是提醒大家 我们是从长线的角度 先提醒大家未来的风险 那从短线来说 它还是有一些 这个价差空间的机会 尤其是在强势类股的身上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半导体2330的台积电 那台积电今天有一个新闻说 这个八月份营收暴冲 我们来看一下日线就好 八月份营收暴冲 请问大家会不会很意外 我个人是觉得不会 为什么 因为它上一次的法说 已经告诉你 第三季它的计真率是18% 是今年最强劲的时候 那请问一下 因为它是下半年不好啊 请问是789 789不是在第三季吗 789在第三季 它就告诉你说 第三季我会很好啊 那所以你看到八月营收暴冲 有什么意外的吗 没有嘛 那市场上应该早就已经估出来 甚至连我们在节目当中 我们都帮大家预估做 预估过未来的几个月的 这个营收状况 所以其实你看到台积电 当它的股价在往上供的时候 它是有调节的力道出现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比较长期的 比较长 我们把时间稍微拉长一点 那在这一波上涨的过程里面 越接近前波高点这里 基本上大家特别留意 因为前面这里还有一个 它其实已经快到了 这里对 这里还有一个空方缺口 在哪里 旧线论线来说 这个空方缺口没补 三字头的台积电不可能出现 不可能出现 那我们看2454的联发科 听说他接到三星的订单 对 那我想其实联发科的成功 不来自于三星的订单 而是来自于5G的订单 那他接到三星 基本上就是好上加好 那你从他的股价的一个上涨 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他今年的状况 应该是相对不错 但是他的状况不错 不是在他的营收成长 因为他到目前为止 营收的成长力道相对比较弱 他是接单的品质变好 产品的组合变好 提升了他的毛利率 所以他的整个市场上的评价 就开始往上攻高 那伟杰我想问 因为他现在已经占到378块了 这么高的价位 如果一般投资人说 我今天又看到 我还能进来追吗 这就不要追了 你看我们还是 他已经创新高了 对我们还是做一下 这个简单的技术分析的小教学 那我们通常都是用月线来看 短线的强弱 那就目前看起来 他往上涨的速度太快 所以你随便追 他都会因为跟月线乖离过大 然后有些拉回的情况 所以千万不要在这边追价 所以是拉回 对 那拉回在哪里呢 拉回大概到越接近月线越好 因为你停损很好设 你拉回到月线这附近去做介入 介入完之后 如果不小心买错了 他往下继续跌破月线 那你就把它停损出场 你相对要承担了风险 就这么一麦一麦 可是如果你是在这边去做追价 那你就多了这一段风险 对 就会比较危险一点 然后你的压力也会比较大 所以其实大家在操作上面的时候 为什么跟大家讲说 最近这一个季度 虽然有机会看到台北股市续墙 但是不要随便乱追价 因为你会承担比较比别人高的风险 那这个事先提醒给大家 做操作上面的一个小建议的地方 好 的确 就是说今天看到很多好消息了 但是毕竟在这些股价来说 涨多的你真的要特别小心 理性 就是说你要等它稍微回档之后 它如果真的这么好 未来的你收数字还是会反映出来 它一定还会有机会再攻一波 但是大家真的不要急 对 好 不过我们来关心一下在今天了 这筹码面一定要看一下 因为最近来说外资天天卖 韦杰说三天是稳的 上礼拜五还是买的 算是还OK 那现在目前看起来外资已经连买三天了 那我想FED的降息预期 市场上还是蛮期待的 那我们要稍微留意一下 在接下来鲍威尔市场上面的谈话 另外在今天的整个台北股市上面 外资的买超力道会不会持续增加 成交量更是重要的观察指标 提醒给大家做留意 好 所以今天的行情分析 明天同学们所听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